各位家長,你們好,我是Ms.Emma 相信你們都收到DGJS,即是呂拔萃書院的拍片interview的requirements 他們都已經出了很詳盡的資料 昨天到現在,也有很多家長很擔心 因為內容都比較多和複雜 所以我也希望在這裡做一些分析 希望可以幫助家長給你們更多角度 能夠令你們在拍片中準備一下 當然在時間內,我認為今天星期五 我們應該消化了整個拍片內容 應該是如何處理,做好你們自己要的計劃 今天不要心急去拍片,我覺得應該要計劃好 今天你們應該要觀察一下,有些事情你們要先看看 然後可能在星期六、星期日 你們就可以去做一些重演,甚至真正正正錄 所以我不建議你們今天已經很緊張,打算錄了 看看結果如何 我反而覺得這次的項目,我都會提到原因 為何學校會這樣設定整個項目 所以我也希望家長可以給一些耐性 慢慢去了解這件事如何去做 而且是不需要太緊張去處理這件事的 OK? 好了,現在我也想說一下 其實整個影片內的要求是來自甚麼的理論 可能很多家長都未必有這個概念 或者是這個出發點 但我在這裡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我的看法 當然,我再強調一次 這裡的我的看法只是純粹是我的看法 不是因為任何的… 我不是覺得所有的家長應該要跟著我這套 但我希望給你多一個角度 你們就可以看看怎樣去處理這件事了 好,首先講一下這個影片內裡講了一個objective 其實有兩大點我們需要注意 他說他們想看holistic development of your child holistic development 即是全人的發展 我稍後會解釋一下其實holistic development 是甚麼 以及其實整件事和holistic development 裡面的 criteria 有多大的關係 你就會知道學校為何會設立一個這樣的 video shooting 好,另外第二件事就是想看看 parents 的 role 就是你們以家長的角度來說 在小朋友的成長裡面你們有扮演一個甚麼角色 這就是因為你看到他整段影片裡面 他都說家長,即爸爸和媽媽 要長期都在那個 video clip 裡面 一開始也不想你在旁邊不斷地像很多貓子 這樣就不自然 其實我覺得這裡也講了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整個流程都需要自然 當然其實他也有講到幾個大部分 例如我們先去講五段影片五分鐘的內容裡面 那學校已經說了 那學校已經說了 就是說 我們今天星期五這個時候 或是星期五的今天 以及星期六的全日 你去觀察一些你認為 可以 最好就是今天 可以觀察到一些時候 你認為應該要錄下去 當然有些 criteria 我一會兒會逐點跟你說 我們應該去觀察一下這三點 應該要錄些什麼 另外四和五就是應該要準備 要練習和練習的 因為四和五是一些 和學習上比較有關係的內容 好 我們先回到剛才我說的 就是Holistic Development 其實是什麼意義 好 那什麼叫Holistic Development 其實這裡大致上分了五點 有五個 criteria 這個Holistic Development 第一個 Personal and Physical Growth 我提供了三點 其實我會覺得 在整個拍攝的內容裡面 比較著重要看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 他自己自身的成長 主要就是說 他的細胸肌肉 即是大小肌肉的成長 如果你們有聽過過去 DGJS的討論 你會看到很多他的 譬如摺衫 把紙放到花園裡 穿孔子 穿豬子 做很多這樣的練習 其實都跟大小肌肉有關係的 Social skills How I interact with other and communicate in the world In my world 就是怎樣跟其他人說話 如果我們一會兒都會深入 再看看Social skills 在這個連稅裡面 我會和你們分析 在這個連稅裡面 需要什麼 其實學校是想看 小朋友是否達標 在Social skills 上 當然是他們說話 一向DGJS的小朋友 是比較 presentable 他們說話那方面 應該是很流暢 很有自己的 thinking 這個很重要 有自己的 thinking 還有有帶一點點Bossy的味道 帶一點點比較自主的味道 為之是最理想的 他們也會懂得跟別人溝通 這是最主要的 Emotional understanding 就是他們怎樣 deal with 一些難題 一會兒都會講的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就是他們的學習 就是在show and tell裡面 他們獲得什麼技術 他們懂得多少的內容 他們學習到多少 這就是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values 就是他們覺得世界有多感受到他 那which就是 如果有一個小朋友 他是很有achievement的 他本身已經有一些 special skills 已經是做得很好的 其他人也很感受到他 他很舒服地表現給別人看的 那這個就是Environmental values 好了 那就可以看看 這五條的視頻 其實我已經將那五條 如果我們真的要放這五條的視頻 去relate to holistic development 那些裡面的 content 其實你會發現 學校的出發點 就是真的根據著這個 有一個標準性的全人發展的項目 而去set out這五條的視頻 第一個 I hand coordination task 是可以很明顯看到 小朋友的大小肌肉的發展 那 是的 那當然這個 一會兒我會在每一個不同的範疇 每一條片 每一個不同的範疇裡面 講一些suggestion 你可以做些什麼 是的 來顯示 小朋友在這個階段裡面 他是達標做到自己的年稅 應該要有的 這個 Physical development 是grass and Fine Motor 的能力的 好的 第二點 mealtime 即是去吃一頓飯 你覺得很奇怪 怎麼看他吃一頓飯呢 其實在吃一頓飯裡面 當然第一 可以看到他的治理 如果小朋友可以用筷子 當然就用筷子 用刀 這樣 是的 這些都是看到他的能力上的表現 還有就是 社交技術上 例如吃東西 自己是怎樣去處理 跟家人一起去吃一些東西的時候 那個氣氛是怎樣的 這個是重要的 interact with parents 那就是 他會跟你說到一些 topics 當然也在過程裡面 最好是 有一個主題 或者你們會去說一下一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小朋友是怎樣跟你去聊天 不單止只是聊天 他中間有沒有問題 他有沒有發問 他會不會對某些東西很 curious 你也要想一下平時你們有沒有什麼話題 其實是特別的 小朋友是能夠可以 initiate 到更加多的一些說話 那就會更加好 那這裡裡面 我稍後也會推薦一下 究竟怎樣做比較好 好了 show and tell 當然是看 intellectual and cognitive 和language development 很明顯的了 achievement 就是看environmental value 所以你看到其實他五條片 是碰到所有holistic development 裡面的criteria 所以我們應該要去planning的時候 我們要去了解到 他這個年稅在這個不同的範疇裡面 其實他的能力應該去到什麼的水平 然後我們才可以在那裡plan到 究竟我們應該怎樣做這件事 好了 第一 我們首先說一下 第一個task 就是說I hands coordination 究竟我應該做些什麼 才可以達到五稅的效果 我應該當是五歲了 因為我當然也知道有些師傅 有四歲幾 但我應該當是五歲的效果 首先看看gross motor 原來在這個五歲的年稅裡面 特別是他們會開始可以 踢到一些動作的 即是說一些球 譬如說 不是這樣放在那裡 才踢到一個高 即是說一個人傳球給你 然後你就可以踢到一個高 或是有個人拋一個球給你 然後你可以把球拋到一個籃子裡 這個叫做 running 動作的動作 另外 在這個年稅的小朋友裡面 其實都會開始做很多climbing的動作 可以做到更加四肢上的協調性 會比較好些 當然 當然 在這個eye hands coordination裡面 已經有兩個幾大項目可以做 即這個是比較活力的項目 要不可以是 譬如說 有爸爸 或者爸爸或者媽媽 這樣 可以是一個傳球 即是在地上傳球 然後踢到一個高 或者是拋摺的動作 或者是一些可能是保齡球 但可能是有多些合作性的 這樣就會更加好一點的 一些eye hands coordination 這個是一個動態一點的 來到正態 就是譬如你看到fine motor fine motor有drawing and copying objects they see it's performed a lot better at this stage 在這個時期 即是說 如果在這個年稅裡面 他們能夠去看著一幅圖畫 來製作下來 而製作得很好 或者是一個symmetrical picture 他們可以製作得很好 然後還可以在這個情況下剪出來 我呢 都挺建議去剪東西 如果在這個項目裡面 剛才我推薦了 要不就是動態的 踢球 入籃 這樣的動作 拋鬥袋 這些都可以的 可以的 動態 如果你認為小朋友是做動態的 動作比較舒服 那就做動態那邊 如果你說不是 小朋友是比較正態一點的 我覺得 強烈建議剪東西 剪東西 或者是 我覺得是 除了剪東西之外 當然最好就是畫了一些圖案出來 畫完之後就剪 或者做一些剪貼 又或者是摺東西 例如摺一隻紙殼 摺一朵花 我覺得做這些項目最為理想 而是在一分鐘內 比較能夠由零做到有一個製成品出來 這個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覺得在第一個部分 I-Hands Coordination 的項目 你就可以考慮一下 究竟做靜態 還是做動態的項目 好 第二個 Social Skills Development 五歲的小朋友 這裡有兩個大重點 他們應該要很懂得跟大人聊天 這個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如果平時你的小朋友在家裡 其實我覺得這次有些學校 都是做一些視頻的項目 你說是不是不公平呢 如果在我的心目中來看 其實我覺得 學校這樣對小朋友的健康 以及對小朋友的那個 真的看到他們的表現 其實不是不公平的 因為很多小朋友真的 在家裡的說話 都會比較流暢一點 跟爸爸媽媽的對話 都會比較舒服 跟老師 現在老師就是想看看你們去聊天 究竟你們怎樣 跟小朋友去聊天的時候 這就是 Social Skills Task 這個Social Skills 裡面 其實你也看到 原來是怎樣練習的 你這裡就很特別了 因為我找出來的這個解釋 就不是學校的解釋 這是國際的解釋 這是國際的解釋 Practice action like sharing, taking turns, enjoying a meal together 剛好 原來國際上的標準 也是有怎樣幫助小朋友 去展開他們的Social Skills 是他們如何享受一頓飯 原來 難怪學校為什麼要叫你們去拍一頓飯 就是 究竟小朋友吃飯的時候 第一 他是否享受那些食物 是的 還是你給他吃什麼 他就吃什麼 是看得出的 是的 還有他有沒有選擇的呢 譬如他想吃什麼 或者甚至乎他不想吃什麼 但是當然 如果你有個小朋友是非常偏食的 這個我們又要再注意 當然要非常偏食 或者吃飯對他來說是很困難的 你會不會就是enjoy那個snacks 是的 snacks 我當然第一 吃那頓飯的 那個 那個 food groups 都一定要 平衡 就看到 究竟家庭是不是合理 就是 什麼都會有些 譬如有五穀類 有菜 有肉 有很多不同種類的食物 給他們 這個是我覺得 但是如果你問我 我會覺得 如果你認為能夠有信心去拍得到的 我覺得拍一頓晚飯是最好的 是的 因為晚飯也是一邊吃飯的時候 都可以看到 後面電視有沒有穿到的 當然如果你拍片的 你就不會穿了 是的 有沒有Electronic Devices 的影響在旁邊 當然就不會有 如果譬如有兄弟姐妹的話 究竟你們在那頓飯裡面 你們吃那頓飯的氣氛是怎樣的 那 學校那裡也有List out 就是最好 所有事情都做在家裡 當然你就不是說出街吃飯 是在家裡吃飯的情況 那 亦都在過程中 譬如可以讓小朋友 譬如如果特意 拿了一兩樣東西 譬如拿一隻匙匙 或者拿些什麼 都叫小朋友去拿一下 這樣 這樣會比較 可以突顯到 究竟那頓飯裡面 其實你們是做成怎樣的 對了 至於拍攝的情況 我會建議,如果你真的動機,你吃飯吧,很奇怪 如果可以的話,你就找一個位置動機,然後拍一段視頻 但難度當然是一分鐘,還沒吃完飯 但主要是我們可以看看,在過程中,例如我們吃到差不多時間 我們先設定機,拍一分鐘就完結了,就自然去處理那頓飯 我覺得最主要是看小朋友是否懂得治理,是否吃得很吵架,會不會太偏食 這樣的情況,所以我覺得這部分是可以這樣處理的 emotional understanding 這個部分,就是你會看到小朋友原來在 social skills development 裡面 他們都應該要在五歲裡面,要有很多他們的情緒上面 他們可以在書的故事上發展出來的,可以說出來的 他們也應該在吃那頓飯裡面,也要展示一個叫 empathy 什麼叫 empathy? 同理心就是,譬如他自己吃一些東西 平時他會不會說,都想分享給別人吃 或者分享給媽媽吃 這個很好吃的媽媽,你嘗不嘗試 我覺得這個最好吃的 甚至乎平時沒有做這些東西 媽媽就說,我覺得今天這個雞翼特別好吃 不如你嘗試一下 看看他會怎樣 然後他吃了的時候,他有沒有說他覺得怎樣 對,這些就是一些他可不可以跟別人分享到他自己的想法 以及他可不可以接受到別人跟他說的一個 discussion的內容 好了,去到我們說的第三段影片 就是釣童家長的interaction部分 他應該要做到溝通上有什麼內容呢? 有時候可能在這個過程中 我會建議,在這個部分 最好就是你們如果有些照片 可以看照片 因為看照片,你會有話題 變成有些話題 例如有一張你認為小朋友也會跟你有爭議性 例如那次去了一個地方 你認為不好玩,但小朋友覺得很好玩 當作是一個旅行的照片 小朋友可以突顯到他覺得他自己 不是啊,我覺得這個地方真的很好玩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他也可以跟你商量 你也會說,不過現在可能疫情 很久都未必可以去到這個地方 這個旅行 或者又說,如果第二陣子沒有疫情 我們還去不去這個地方 可能小朋友會說,我們都可以去 不過其實我們都可以去另外一些地方 我都想去哪裏 那這些也都可以推薦到他 究竟在過程中 可以跟你去 有沒有一些商量 有沒有一些情況 是他都有一個推薦去出現的 這樣 對了,如果你說 我不做這個照片分享的話 那都可以 譬如說 不知道小朋友平時在家裡 喜不喜歡 例如玩煮飯仔 女生多數都玩煮飯仔 玩那些 tea party 或者可能放一些公仔 然後中間是有些情節 小朋友都需要加入父母一起去玩 這樣 都可以去做這件事 另外,當然你說 不是啊 平時在家裡玩卡遊戲 玩其他桌子遊戲 都可以的 對了 我覺得在這部分裏面 如果你說很特別去做一些講故事 我覺得有少許欠缺那個自然的 當然,如果你說 不是啊 我們平時在家裡主要的活動都是看書的 那是可以的 是的 但是當然在看書裡 你一定要看到小朋友 你一直看那本書的時候 他有沒有很多 他自己的推薦 他的想法 或者 你可以在看書的時候 找一本 brand new 的書 你可能就說 你覺得這本書 下一個故事的情節 會是怎樣做一些預測的 都可以的 對了,這樣吧 好了 接著來到這個 show and tell 或者是storytelling的部分 那就是第四條 clip 來的了 在這個部分裏面 他也有說 如果你要show and tell 你一定要share 一件小朋友自己做的art work 或者是一些handicraft 或者是一個drawing 我會建議 其實如果真的要share的 例如你平時有做一些art class 畫了一些他們自己最喜歡的canvas的油畫 那些 那就去share 那如果假設認為那些drawing 只不過是一些很家庭性質的drawing 我就會覺得可以嘗試想一下storytelling的部分 因為始終GGJS 他們在課外活動的criteria裡面 他們想的都真的比較高質素一些的 所以變成如果不是一些他們平時 比較successful做出來的art work 然後再去說art work的內容 那我會覺得盡量不要只畫一幅普通圖畫 然後就去share那幅圖畫 那如果有些小朋友 他們家裡有sand play的setting 就是有沙盤 那也可以做一個沙盤的故事內容 那也可以的 譬如一個沙盤 上面有很多miniatures 可以讓他們說到一些 譬如有些人也有kinetic sand的盤 也可以讓他們在那裡發揮一些東西 這個也沒有問題 至於在booksharing的部分裡面 如果真的去share一本書 去說一個故事的話 那就要注意有這四點就可以了 因為你是只有一分鐘的時間 首先第一點就一定要說 這本書是關於什麼故事 那主意是什麼 那你一定要 譬如我當作 假設我說小紅毛 我會說這本書是關於一個女生 在她去探望她的媽媽 但是在途中遇到一些事情 這就是一個主意的想法 那這個plot就是 beginning、middle和end 就是整個故事裡面的 頭中尾三件最重要的事情 說完就可以了 那就是說 譬如小紅毛這樣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小紅毛知道媽媽有身體不舒服 那她就拿一些東西去探望媽媽 途中她遇到大灰狼 然後她也跟大灰狼說了 她去探望媽媽 於是大灰狼 於是大灰狼就走到媽媽家裡 去希望想吃了小紅毛 扮媽媽想吃了小紅毛 到最後 因為小紅毛也發現了 原來躺在房間裡的 不是媽媽 原來是大灰狼 她很大聲地叫了 Wood Cutter 即屠夫 抱歉 潮夫 在附近 然後Wood Cutter 就來幫她趕走了大灰狼 然後小紅毛 以後知道 不能隨便跟陌生人去 說自己要去的地方 或者不要跟陌生人說這麼多事情 大致上是這樣 這個不是一個好的示範 但這是一個給你們的想法 什麼叫做plot 另外 講過最愛的部分 以及 書籍的角色 我們可以說 在這個故事裡 我最喜歡的部分 是什麼部分 是因為為什麼 為什麼 而可能 我們可以說 比如說 在這個故事裡 雖然小紅毛 她很善良 她很孝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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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其實 原來她不孝順 聰明 因為她可以跟陌生人 說一些自己很個人的說話 她經過了這一次的教訓 她也不會再這樣做 到最後 也說 究竟這本書 她會分享給哪一個人 希望可以分享給朋友 同學 因為 因為什麼 因為 希望小朋友也知道 原來 不應該像小紅毛 讓她們知道 就算覺得自己很善良 也好 也應該 做事 和說話之前 也要有一個考慮 這個 就是book sharing 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 either 你可以做一個 show and tell 除非你覺得 那個art piece 是你很confident的 那就用吧 但是 否則 我就覺得做book sharing 就可以根據我這個 criteria 去做 當然 DGJS 你說 用英文是否會好些 當然是比較理想的 因為事實上 DGJS 是一間英文的學校 學校裡面的小朋友 他們的 英文的 英語 是很 Native 所以 儘量 如果可以的話 就用英文去說 但是如果你說 咦 我覺得小朋友真的用中文說 會比較合理 因為這樣的 在 真正的 他們聽小朋友說話 其實都是一半半的 但是你要留意 中英文是一半半的 但是你要留意 你這裡五條片 你沒理由吃飯 說英文 除非你家裡說英文 所以那裡已經是中文了 然後 然後你 跟家長的溝通 如果你根本 不是特別 平時是 說英文的 也不太特別 轉頻道 走去說英文 變成不自然 所以 這個也是 你不會說英文的 大部分人 最好就是 說回最Native 那個Language 然後 第一個部分 講IHands Coordination 你又不會特別 有英文的部分 去顯示 究竟在整個五條片裡 哪裏最能看到 小朋友的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這部分就是 看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就是他的 學習上的能力 就是語言上的能力 就是show and tell 所以 最好可以的話 就用英文去處理 如果真的不行 那廣東話也沒問題 這樣 最後 achievement 最後他就說 有special skills 就是skills achieved by 你的小朋友 那你就要去顯示 那這個就是 environmental values 就是五大的 holistic development 裡面的 一個environmental value 他在哪一樣東西裡面 他覺得自己 是最出眾 最大的 achievement 那我想 都是來來去去這些內容 那就是 譬如 玩一個 music instrument 那 我覺得盡量 因為這裡也有說 就是 他有一個 achievement 你是want to show art 那你就盡量 我覺得應該 不太好 是把一些 過往的 比賽 表演的 clips 放進去 因為就最好 真是live 去做 那就會比較 更加好的 這樣 但是你覺得 譬如做了一個live 出來的 真的不夠 performance 好的 那你也可以考慮 但我會認為 做一個live 會比較合理一些 是的 那 我覺得 在樂器的選項裡面 就沒有什麼 大的 criteria 坦白說 過往 小朋友去到的 也都不是 真的特別看到 他這些achievement 他都是相信 你那些sert 或者相信 你那些 掌狀的 所以我覺得 無論是 鋼琴 fowling flute carinet harp 沒有什麼所謂的 這個技巧 也只能夠 可以 這個是一個功能 或者小朋友 跳鮪梅 跳鮪梅 那當然 就一定要 補充整套衣服 穿得 真是很絲絲正正 正 是一個表演 是的 這樣 就跳這隻帽子 這個 完全是合理的 唱歌方面 我就會建議 除非你的小朋友 是focally trained 什麼叫focally trained 因為在DGJS,如果你們有留意,以我自己的經驗 外面校制比賽的小朋友在外面唱歌 在DGJS 的角度來說,是聲樂,是Opera Singing 真是一些訓練的唱歌方法,不是唱一首童謠的 所以如果他們真的唱外語的歌曲,如果他們真的認識 你亦有做這個Vocal Training,是做這件事的 我覺得你可以做聲音 但是千萬不要說什麼都沒有,就是普通唱一首歌,我覺得就沒有那麼好 另外,第三個語言 如果你的小朋友剛好在家中可以講到第三種語言 除了英文、普通話和廣東話,我有第三種語言 你不妨可以叫小朋友用那個語言去講一些東西,也可以的 或者說一段故事,或者是 你能夠展示到它是有一個第三種語言的功能,也是一個加分的地方 最後也可以做Gymnastic 有些體操的,例如找一個圈子,或者找絲帶跳舞 那些Gymnastic的部分 也是,要穿上一套衣服去做,或者會跳Jazz 也可以的 所以你看到這個achievement 是真的一些特別的能力 並非一些很普通的能力 當然,因為始終這間學校是一間比較上級的學校 他們選擇的criteria 都比其他學校高層次一點 所以希望家長努力去處理這件事 盡量去思考一下 今天去思考一下 然後明天、後天、兩天才去把這件事完成 當然在過程中,如果家長還有其他問題 或者你錄完,你也想讓我去看看 大家一起去做一些 discussion 因為我很難告訴你,對和不對 這是你的看法 因為其實我覺得在這些錄影中 都很看到家長的creativity 我覺得學校也是在選擇這個criteria 所以希望家長可以努力處理 希望可以順利地過關 好,加油!